大家好,現在FPGA版上面有一個4bit的全加氣電路 那它的排列請大家看圖示 這邊有八個開關,從中間分隔開來 這邊可以把它當作是A,這邊把它當作是B 那這邊還有一個carry in 所以我們如果把A調成0001 那你會看到1加0,這邊得到的結果就是1 那同樣如果我把這邊的B改成0001 那就變成1加1,這邊就進位變成2 那同樣的,這一顆鈕是carry in 所以如果我這邊按下去的話,它就變成1加1加1 那這邊應該就會變成3 那我們這邊的燈號就是從這邊開始,它是最低位 那它依序就是1248 那這是carry out,那它表示的是16 對,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做任意的排列 譬如像現在是10000加上0000,那這邊應該就會顯示8 那如果我這邊B的這個部分,我也把它改成8 那你看到8加8就會顯示16 OK,那我們就要透過ISE來教大家怎麼使用bass 還有把IC封裝起來的一些技巧 來製作這個4bit的全加7電路 好,那我們現在就打開一個新的專案 那在這個專案管理介面中,它現在還是空白的 那我們就新增一個 那這一張圖紙呢,它會是最終的那個設計圖 所以我們的名字也可以選擇跟專案的名稱一樣 OK,那回到這個專案的介面,我們這邊就有一張空白的圖紙 那在這個繪圖的介面中,你可以新增那些元件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是4bit的加法器 在它原生的元件庫裡面,它就有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對,那這是它內建的,那它的詳細使用功能呢,你也可以看它的說明書 但是我們呢,現在是要自己來繪製,所以就先不使用這個東西 那回到這個裡面,我們的4bit加法器打算使用4個1bit加法器來組成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我們要再新增另外一張圖紙 那它是我們的1bit加法器 OK,那我們這邊就快速的把1bit加法器的電路給連接完成 我覺得那麼好現在結束這邊 很落意,如果我們就用這個組合的課程 或 molting dos用比較決定的這麼warz 然後所有東西都沒有這麼高 於是新增強團,這是新增強團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连线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 ISE它自己的编辑器会帮你做绕线 那绕出来的线你不是很满意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那我们这边先复原 那你可以看到在 Add While 这边 它有Option 那这边的Option 我们预设是会有一个Auto Router 那这就是造成我们刚刚那个线 变得很弯曲的原因 所以假设你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Option 改成第二个 用手动的方式去连线 那我们再做一次 拉线 那你会看到 这个线呢 就可以照着你的意思去连接 完成这些连线之后 下一步我们就要 为这一些输入或是输出来命名 那当然你可以先用之前教的方法 在游标移到这个原件的上方 你可以看到它的输入跟输出的关系 那现在这边输入跟输出都是用预设的名称 这些名称称之为NateName 那我们稍后呢 就是要自己去定义它的NetName 那原因是它的NateName呢 预设会自动帮你编号 但是那些编号在有些时候呢 我们不是那么好掌握 所以假设你已经明确知道 你的输入跟输出的一些名称 那么我们最好就是用 AddNateName来自己定义 使用方法就是你先切到它的 这个AddName 那在这个名称的栏位这边 你就可以去选择你要的名字 输入完成之后 你的游标就会有一个标签 在你要的地方呢 做点击 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的NateName的命名 那现在你可以回到刚刚的这个 输入跟输出的关系 那你会发现它的输入呢 已经被我们改成A跟B 那同样在这边的话 它也会有它的这个 新的NateName来做表示 那当然一般来说 应该是整个电路的输入跟输出 我们会有名称 那在你内部的话就不见得 会有明确的名称 那大家就是斟酌去使用这个功能 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就要放上Mark 这个时候的Mark 就跟你的NameName是同一个名字 那这样子也表示说 我们未来输入跟输出 比较不会是它那种 预设XL、XN底线 数字的这种编号 那原则上我们的4bit加法器呢 你可以一直复制这个东西 然后让它在你的Project里面呢出现 对,然后再透过适当的连线 把它组成4bit的加法器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 它已经是固定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会透过一个封装 或是透过把它做成SIMBLE的方式 让它的符号简化一些 那这个功能在Tool里面的SIMBLE Wizard 那进到这个里面呢 你要先选择你的目标对象 那我们就选择我们的这个 1bit加法器 那形状呢就预设 那在这个栏位 你可以自己定义SIMBLE的名字 然后还有它的输入跟输出关系 以及稍后要在那个矩形中出现在左侧呢 还是右侧 还有它的顺序 那一般来说我们都用预设 那这一个矩形呢 它要长成什么样子 你也可以做设定 那我们还是选择预设 这是它最终的一个样子 那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 选择完成 那这样子有什么用呢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SIMBLE的里面 那你会发现到 在这个原件库 多了一个C朝下的一个目录 这就是我们的专案的目录 那在这个里面呢 就有你刚制作的1bit add 那没有任何状况的话 我们就选择存档 那把刚刚所有的异动呢 都储存起来 好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回来我们的 专案的图面 那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 刚刚的1bit add 把它摆放进去 接着一样就选择存档 好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现在的 专案的资料夹结构 那你看到最上面这一层呢 就是我们的专案的图纸 那在下方这边 因为我们引用了四个刚刚自制的1bit adder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专案的图面下面 还有四个一模一样的1bit adder OK那这就告诉大家 你未来如果要在你的专案之中 再去引用其他小的 可能就是你的电路啊 或是一些比较方便的东西 那你就要注意这个阶层的关系 接着我们就进行连线 那在这边我们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Bus 那我们制作Bus的第一步 就是你要先拉一条线 好 那完成这么一条线之后 你会看到 对它就只是一个 一个bit的一条线这样 那我们接下来要透过改变它的 net name 来增加它的容纳的这个 资讯数量 那在命名这边呢 就是在后面加上刮胡 然后你的bit的编号 那这样子的一个输入方法 它就是一个4bit的Bus 那编号是从0123 数字越大 就是它的位数就越高 好 那我们在这边 选择 点击 那你就会看到这条线呢 它就变出了 对那现在它的状况就是 4个bit的Bus 那同样的我们 把B还有S的Bus 快速建立完成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有点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好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下一步我们来观察BUS跟一般的线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呢,如果我们就直接拉线 拉到我们的输入端或是输出端 那你会发现你在拉线的过程中 它的延伸点呢,全部都会变成BUS 那你会看到在这个地方 你的输入呢,这边 它变成4个bit的输入 对,那一般来说这样子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当我们做这个 检查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边就出现了错误讯息 那前面两个是指 你用了BUS但是没有连接 那最后面的这一个 它只说BUS的宽度不一样 因为我们这边是1bit 那你这边拉了4bit进去 那这样子就会发生error 所以我们就回复到 这个连线之前 那我们现在目的是要让A0跟B0在这个位置 被相加 那同样的是 这边是A1B1 A2B2 A3B3 那我们如果直接拉线的话 会一次把4个bit拉进来 所以我们这边要改采用比较正确的方式 就是拉BUS tab 这个点击下去之后 选项这边 你可以去改变这个BUS tab的方向 那这边所指的方向是指三角形的位置 那我们在这边就放置一个BUS tab 那接着我们再试着拉线 那你会发现现在这一条线呢 它就不会是出现BUS的形态 对 当然在这边呢 我们因为还没有去定义 这一个线跟这个BUS的关系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这一个Add呢 它还不是A0 对 那我们要用的技巧呢 一样也是透过 AddName来做改变 当我在这个地方的名称改成A0 然后在这边点击 那你会发现到 现在的这一个A的输入 它就是上面这个BUS的A0 对 那我们再示范 如果你要放置B0的话 然后在这边我们还是可以检查 我们的A跟B呢 它分别就是A0跟B0 对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依此方法 赶快把后面的部分给完成 那这边告诉大家一个技巧 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放置这些元件 你发现你放错了 可能要稍微移动一下 可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却跳出警告 对 那这个原因呢 就是在你的这个Select选项之中 假设你这边还是Keep the connection to other objects 那这样子的选项会让你无法去移动这些项目 所以我们要把它改成切断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去移动你要的项目 对 那这也是告诉大家 这一个Select option 它的设定呢 你经常要视你的需求去调整 而不是一直都使用预设的 OK 在我们快速的连线完成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再来做检查 对 那你会发现 现在这一些输入跟输出呢 应该就跟我们预想的是一样的 那假设没有这个关系的话 你就要赶快发现 然后进行除错 那我们接着再来进行一次Check 现在的三条Arrow是刚刚画面中的一个Arrow 那现在我们连线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 对 那你会发现 诶 视窗没有变 那原因是 在下方这个页面中 它也有四个分页 OK 那这四个分页呢 其实 你可以自由去做切换 对 那我们 再来这边进行一次Check 那你会发现 诶 现在应该只有Running 而没有Arrow 好 那这些 很 龐大的讯息呢 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生一些错乱 所以你可以 把它清理掉 对 对 那我们再来 检查一次 那你会发现 没错 现在应该只有 Warning 而没有Arrow 现在还不一样就是把Marker放上去 那我们也可以进行适当的缩放 对 对 那现在这个图呢 可能有一点 太超过去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移动一下 对 那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你的画面刷新呢 它不是很及时 会有一些残影 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再缩放一下 那画面就会刷新 残影会消失 那有时候现很多的时候会 频繁的发生 所以你就是 试着移动你的画面或是缩放 那这样就可以让那个残影消失 那记得要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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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回到专案的这个管理界面 好那接下来就可以进行 这个Planahead的Prescinct OK那进到这一个画面之后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更改它的Standard 那快速的方法就是 你用Shift选择你要的改变对象 接着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Configure IOPOD 那在一开始的IoStandard 选择我们的Nexus 3 它的板子上的标准 LVCMod33 按下确定之后 那你就可以批次的 把所有你需要的Standard都改好 对那我们这边可以把它展开来 那你会发现你刚刚做的设定呢 就把所有的Pore都一次全部改好了 那因为我们的输入总共有9个 那输出总共有5个 那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些输入跟输出呢 对应到板子上的开关 那板子上的开关它的编号呢 你就要参照这一个说明书的图 那这一张图在说明书里面有 在投影片里面也有 那请大家最好就是把它放在很好查找的地方 那我们目前呢 打算这样使用 下面四个放A 这上面四个放B 那在按键开关这边呢 选择C4 来当作我们的CIN 那在输出方面的话 我们选择5个LED灯 T11当作是COUT 那这边是S3S2S1S0 那请大家就是对照的这一张图呢 去把这边它需要的Site对应进去 这边提供一些大家操作上的建议 在我们设定这个Site的时候 一般来讲就是你到需要的位置用花束去点 然后按输入 那输入的时候可以用小写没关系 完成之后按Enter 那接着你就可以往下用键盘去移动 那举例来讲下一个在这边 那你可以发现到它这边有一个虚线框 那它表示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做输入 对那同样你可以继续输入进去 对那如果你要做更动的话 一样也是用键盘就可以了 移动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直接输入你要的名字 对那当然你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移动到这个位置 然后按F2 那它同样也会跳出输入的这个选项 所以这可能会比你用键盘还有滑鼠 不断的交替去切换 再方便一些些 好那完成的时候记得就要再检查一下 你的Standard有没有正确 那你的Site是不是对应好 完成之后记得存档 接着可以关闭Planer 那回到这个专案的阶层结构里面 你会发现到你的 .ucf file已经完成了 刚做的设定都在这个地方 好那回到我们的专案的最上层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一路去执行各个程序 对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最终的这个 Bit档生成的地方呢 执行Run 那这边就可以慢慢等待 那下面的讯息会告诉你一些状态 一般来说我们关注的就是有没有Error会发生 OK那看到这一边呢 全部都打绿色的勾 就表示在生成 .bit档的方面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 接着我们要介绍利用ise本身来下载 .bit档到FPGA 那有别于之前是使用Digilant Adapter那个软体 那我们这边就示范一下 那至于要用哪一种软体呢 就是你的习惯 这边没有强制 好那我们就在这边 Configure Target Device 这边 一样选择连点 那这边按OK Boundary Scan 这边呢 那Boundary Scan 这边呢 一样也是连点 那在这个视窗里面按右键 Initialize Trend 接着就要准备讀取我们的 .bit档 那这边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进行用ise来download的时候 你要确保你的板子已经开启 而且它是连接在你的电脑上面 好那接着我们选择yes 去寻找我们的 .bit档 那目前这个资料夹是之前使用的资料夹 跟我们刚做的那一个 .bit add 是没有关联的 所以我们就要自己去把你想要的 .bit档找出来 OK那选到之后呢 选择open 那在这边呢 那在这边呢 我们现在只想先放到 .ran上面 所以我们这边就选择 .no 那看到我们的 .装置 OK那就选择 .OK 好那回到这个画面之后 在这一个 .晶片这边呢 按右键 选择 .program 那出现 .program succeeded 那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烧录了 那各位同学的板子上 应该就有一个 .4bit的全加器的功能 那我们的很轻败